半个月前 新开张 老爷让我去送到贺链 今天他特地来回拜 这龙申河是做什么买卖的 不知道 开张半个月都没做买卖 是 行 我先见见他再说吧 杜先生 这是我们邵东家吴辟 原来是你 昨日之事 多谢杜先生 原来是吴少爷 昨日之事举手之劳 不足挂齿 请上座 谢谢 请 杜先生好像是来自京城 其实我是金阳认识 后来长到八岁 我才离开金阳去了京城 因为一些机缘巧合 我进了敦清王府 一直跟着贝勒爷 所以这龙申河 其实是贝勒爷的产业 我不过是代为看顾罢了 这龙申河 实惊 实惊 原来杜先生 是贝勒爷的手下 不敢 不敢 我只不过是个跑腿的 贝勒爷掌管内务府的一些工程 不知吴少爷可有兴趣承接 只要是生意 我都有兴趣 那就太好了 其他方面不敢说 但有一点 朝廷动向 我们可是比谁都清楚 那太好了 做生意的 最要紧的就是消息灵通 吴少爷 说到消息灵通 最近有一件大案 不知您可有耳闻 什么案子 最近朝廷在密查 胡雪岩 是吗 据说当年左大人带兵 想靠胡雪岩 粮靠吴未问 他找你去详谈 是 爹 你有何看法 声音来得太容易了 只是谈谈 应该无碍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杏杜口中的贝勒爷 应该就是敦秦王的赤子 那首云内务府的功臣 应该不是子虚无有 只不过 只不过 爹 您可是顾虑 与官府牵扯太多 得不偿失 此为其一啊 那其二呢 这左大人啊 跟贝勒爷本来就有过节 是 这姓杜的呢 也知道我们跟左大人的关系 还刻意来示好 你说 他意图何在啊 有意拉拢 不止有意拉拢啊 恐怕还有更大的意图 如果内务府的功臣 是个肥差 我们接 左大人心中 毕生猜忌 不接 又直接给贝勒爷没脸 这里外 都得罪人 所以 这件事啊 谈都别谈 避而远之吧 就说 老板 吴平派人带了个话 说近日要到处巡查 改日再来登门拜访 小妈自走了 那我前两天让她走吧 吴平还送来个礼物 说是 恐怕送了今天的新茶 请你尝尝馅 慢着 茶 武夷大红袍 福建长 是啊 你知道现在谁在福建吗 谁啊 左大人 这些人都没有 武夷在暗示我们 他们家跟左大人仍旧关系密切 不能跟我们合作了 那咱们如何应对啊 既然吴家东院不识实物 那咱们总得礼尚往来 这套歌陕西话 这叫凯正 这叫凯正 正四谭 这叫凯正